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这还不是最糟的讯息 因为这看起来是不施打疫苗的人 不戴口罩的人进入秋冬季节所形成的疫情 真正可怕的是一个新的变种病毒 这Omicron它的病毒有多危险 我给大家一个从11月12号到11月25号的发展 在南非出现的情况是光是从11月12号到周三的时刻 就是11月24号的时刻 它已经感染人数从一个人超过了1200个人 他们说叫可怕的指数上升 这是过去Delta更不是原来的原始病毒株所出现的一个状况 而经过国际卫生组织WHO所组成的独立专家小组 在星期五紧急召开会议 对这个病毒株进行公共卫生跟实验的各种确认之后 他们发现它比起原始的病毒株有30多处是变异的地方 什么叫30多处呢 就是我们所熟悉的Delta病毒株 它已经够可怕了 它的变异处有三处 所以换句话说它将来的传染力是什么 WHO的专家说 它可能需要数周的时间来观察 在未来几周内 人们会知道这个原来被称为新变种B11529这个新变种 我们只知道它现在传播力更快 而逃逸性 也就是说你的免疫系统要对抗它 要抓住它 它可以跑掉的逃逸性更强 现在只知道这样 所以WHO把它列为关切变种 那它在非洲呢 南部已经迅速的传播开来 那过去这13、14天里头 它也散播 香港现在确诊一例 比利时确诊一例 全世界在我现在讲话的时刻 有待确认的有一千多例 目前已经确诊了87例左右 所以世界卫生主席说需要几周的时间 大概数周 查明这个被称之为叫Omicron的病毒 变种病毒在传染性 严重性 还有既有的疫苗 到底能不能对它有足够的保护力 能不能够阻却它 另外在我们现在熟悉的检测 这个检测方法里头 可不可以检测出它 以及治疗上是否带来任何的改变 这个都需要数周的时间 还有它的致死率 那南非人口最多的豪登省 现在新增的所有病例里头 九成都已经是Omicron 所以它传播力绝对是非常的高 完全取代Delta 成为当地主要的变毒株 而南非的科学家 以闪电般的速度分析出Omicron 所以外界认为南非这次 其实做得相当的明快 而他们现在需要很快地 做出来一个答案 这是全世界瞩目的 就是对于既有的疫苗 他们是不是具有一定的逃逸性 就是疫苗是否有效 英国警告南非这个变毒病毒 病毒它可能会降低疫苗的保护力 但是现在说这些话都来得太早 而Johnson Johnson昨天宣布说 他的疫苗是有保护力的 但因为Johnson Johnson本来对于各种疫苗 各种原始病毒株或者是Delta 他可能就不是一个最强的疫苗 Moderna采取一个比较保守的态度 他就说他们正在进行测试 然后再看他对加强针的效果 以及他们正在选择几个后选新的booster 新的加强针或者是新的疫苗 来对抗这一次我们所出现的Omicron 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变毒病毒 让我们看以下的报道 包括欧洲的第四波疫情 一个全新的命名 针对意外的变种 才在担心挨不过这个冬天的全球疫情 如今又走向了一个关键的新怀点 世卫周五召开紧急会议 针对南非爆发大规模个案 所做出的基因定序结果 确认是Delta以外另一款新变异株所致 由于这款名为B11529的变异株胜 刺毒蛋白有32个突变 相较于目前变异最多的Delta变种 足足多出一倍 不少专家忧心 它将突破疫苗防护 成为最致命且具威胁性的全新变异株 目前危机正向外蔓延 除了已知南非八例确诊 Omicron新病毒感染 非洲多地已累计三例 并透过往来频繁的空中交通 进入了亚洲的香港和欧洲的比利时 不知英国即刻下令 对南非及周边五国进行入境管制 亚洲多国诸如日本新加坡随后跟进 美国欧盟等多地也纷纷采取行动 对非洲多国采取断行措施 美国境内目前尚未发现Omicron 但防疫专家佛奇接受媒体专访时 已提醒美国人必须高度警戒 因为其高传染性及免疫逃脱的特性 且该病毒光是现宗 已在全球金融市场造成恐慌 美CDC在周五发布的声明中强调 官方正严密监控 并重申高传播社区内建议戴口罩 并保持社交距离的重要性 不过欧洲早已如临大敌 欧洲疾控中心在周五便已将欧洲所面临的风险 从高拉至非常高 在比利时证实发现新个案之后 看完美的药物 ū no plans to introduce of vaccine passport for indoor venues 01感恩节前夕 欧洲上演了暴力破坏 This evening in Austria, tensions were running high as people took to the streets of Vienna protesting against the full lockdown coming in on Monday and plans to make vaccines compulsory 奥地利本周宣布了迄今最严厉的防疫措施 相较于先前 只锁定12岁以上未接种疫苗人口 将他们的活动范围 限制在上班 上学 必要的购物及医疗保健 22号开始 900万人被迫宅在家 当局并宣布 自明年2月1日起 强制所有人接种疫苗 焦虑情绪持续升高 看到的景象是医院人满为患 但鲜少人知道 这个在2021年高调宣称 疫苗充足 且正在打好打满的欧洲大陆 其实施打进度 只有在最初几个月加速 随后便陷入停滞 最大经济体德国 两季接种率甚至只有68% 西欧净陪莫作 外传即将卸任的梅克尔一度建议 自24号起封城两州 因应年终团聚假期的防疫挑战 却遭新联合政府驳回 让执掌兵服的卫生部长也无奈 牛市报道称 欧洲本已脆弱的经济复苏 正遭受第四波疫情席卷重创 尽管大约三分之二人口 完整接种了疫苗 但各国间落差却核止天地 当伊比利半岛上的西埔两国 完整接种率已达八成之际 东欧的罗马尼亚 斯洛维尼亚 克罗埃西亚等国还在苦苦追赶 保加利亚甚至只有四分之一人口 接种了两剂疫苗 在欧洲人眼里 自由无可取代 或者至少要某种程度上的选择 但新冠疫苗的致命弱点之一 就是它是由政府驱动 以疫苗接种率欧洲第二低 人均死亡率却是全球最高的 罗马尼亚为例 当地民众在历经数十年 共产主义统治后 对医学专业知识充满怀疑 施打意愿低固然不难理解 但就连德国 奥地利和瑞士等 阿尔卑斯山区国家 近期感染率之所以陡然升高 关键也出在两剂疫苗施打率 未达七成 相较于南欧国家 几乎都已突破八成 还维持室内戴口罩等防疫措施 政府和人民显然过于轻忽 更不要说比利时荷兰等国 疫苗打得不错 近期确诊数量还是向上攀升 市委秘书长谭德赛就毫不讳言 这充分显示欧洲正深陷防疫疲劳 与过度自满的风险中 大西洋越堪称 这波新疫情显然正在撕裂欧洲 不像去年疫情最严重之际 欧洲多国几乎是同步下令封锁经济 以求尽速减缓病毒感染速度 如今在大批疫苗接种的加持下 欧洲国家已不再对最佳前进道路具有共识 反而是各自选择 法国和奥地利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应对疫情 以法国为例 他们强烈鼓励民众接种疫苗 却不向奥地利负上法则 被视为胡萝卜与棍棒之针 两种模式的终极目标是相同的 那就是如何让更多人施打疫苗 包括近期上路的第三剂加强针 而法国作为全球对疫苗最犹豫的国家之一 尽管在总统马克宏推动疫苗护照时 也引发了抗疫声浪 但迄今由高达四分之三人口接种了疫苗 足足是去年底的两倍之多 反观奥地利 近三分之一 也就是两百万民众坚持不打疫苗 一旦染疫 重症病患 瞬间就足以让医疗超载 经济学人悲观预期 欧洲因封锁而引发的愤怒 将导致致致命的新冠确诊个案暴增 强制接种疫苗政策 将被迫成为各国主流 选择奥地利铁腕模式的国家 也越来越多 捷克本周宣布 全国进入紧急状态30天 斯洛伐克周四 也下令全国封城两周 没有接种证明不得无故外出 当新冠病毒已然成为欧洲各国的主要死因 事为粗估 接下来到明年春天 全欧还可能会有50万人染疫死亡 届时欧洲新冠死亡总数将突破200万 还会有谁敢再抵挡政府保护人民的作为 近期一份防疫调查便明白指出 德国有高达72%民众 支持奥地利的铁腕做法 不满梅克尔卸任后的政权交替 成了德国防疫控创席 这将会是欧洲甚至是全球最难熬的岁末 已经没有人敢奢望 疫情会伴随跨年告终 但该如何呵护生活中仅存的自由小确信 所有人都已经反复确诊 无法单靠疫苗挡住一整个国家或地区的疫情